不管经典赛还是职棒赛 都再度燃起大家的棒球魂 特别是向市大战唱国歌的时候 虽然当时天母球场喇叭故障了 但是恰恰彭正敏仍然是大声的轻唱 你可能还记得在奥运比赛 他接受访问时说 最遗憾的就是不能唱国歌 因此不管在哪里 只要能唱 他绝对开口大声唱 向市大战开赛前 主客场球员分别一三垒排排站 要唱国歌揭开比赛序幕 没想到天母球场喇叭顿时都没声 要唱国歌全场却鸦雀无声 不这时突然有个声音特别巧妙 镜头拉近仔细看 兄弟像球员中 恰恰彭正敏嘴巴张大大 原来是他出声音大声唱国歌 也让全场球迷跟着他一起轻唱 可见恰恰多爱国 其实爱国球员恰恰每场比赛 一定大声唱国歌 带动球迷跟着他一起轻唱 其实今年赛中中华队 没有办法演奏国歌 不过演奏国旗歌时 恰恰一样会开口大声唱 当时不止球员和全场球迷 唱国旗歌 场边更出现超大国旗 经典赛燃起全国球迷的棒球魂 连带影响中华职棒 球迷再度燃起爱国的心 中期新闻讲成词张凯亮 台北